这个太 好残忍啊 你的目的是让 未来的丈母娘放心 听见了吗 好 接下来是宝宝的告白时间 如果你同意 然后小汉爱我 然后我可以爱她 我不管钱 这是所谓的我银行卡 我想给你 我不可能吧 你快收起 我就是 想跟你说就是 我肯定会 对小汉特别好 我不会那种的 先说一个事情 然后下一天就像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 明天就离婚的 这个 不用担心 然后 工作 是 如果你真的说 你会不担心 如果我有一个固定的公司 固定的工资 那我就找一下一个固定的公司 然后 你说 买房子在这里 现在有可能我没办法买 但是 我慢慢来 肯定努力 然后以后 我会 在拉脱威亚我的房子会卖出去了 然后 在 在中国 我买一个房子 如果 如果你 你还是担心的话 我可以找一下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然后 我们一起三个可以住 你国外的房子 在咱们中国 国外房子 一千块钱就能买 你到中国来 什么都买不了 够生活的 也不是那么便宜 但是 当然你们国外的房子很便宜了 我意思是 我现在有这个房子 我可以买出去了 我可以没有这个房子 因为你 因为我 小韩 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们开心 我就会开心 然后 肯定是 对你特别好 对小韩 特别好 然后就是 作为一个 男人 就 我不肯了吗 你快收起 快收起 离异之后 刘亚独自带着女儿小韩生活 面对母亲所有的安排 小韩一直都乖顺遵从 自从和宝宝认识后 小韩不仅辞掉了母亲安排的护士工作 还坚持要和姐认识两个月的宝宝结婚 母女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本来是帮着宝宝 本来是帮着宝宝打气的小韩 看着母亲在现场一再刁难宝宝 小韩要求来到现场 当面恳求母亲让她和宝宝在一起 那么 这段相识两个月就要结婚的恋情 能得到母亲的同一毛